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會知道 就叫做晶片戰爭 這個晶片的戰爭 以你看現在是不是在一個國家之間的鬥爭呢? 就是承接上一節 如果你看回運算能力的鬥爭 就絕對是有一種國和國之間的角力在那裡 在這裏一說電腦的東西 我知道其實很多的聽眾本身是從事這些技術 他們知道的一定是更加多的 但是容許我這裏講一些個人經歷和故事 這裏也要很承認就是說 我自己如果要看一些很科技的東西 裡面的很技術層面的東西 你要我很淺白的解釋出來 就一點都不容易的 但是最近我自己也有一個親身的經歷 你可以說我是後知後覺也好 就是當你去用到電腦 你想它完成一些很特定的任務的時候 原來你不只是看它的CPU厲害不厲害 還有看它的RAM夠不夠 小弟是很慈師意識到這些叫做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就是它叫做GPU 專門去做圖像處理運算的那些運算單元 原來的威力是這麼大的 其實那個原因為什麼我一直沒有留意呢 就是因為小弟沒有什麼用電腦打機的那支印 就是我最上次有這支印已經是我讀初中高中的時代 之後我就不是很大支打機印而已 一直以來我跟很多普羅大眾的印象都一樣 你那些顯示卡漂亮啊 你要搞到那些又用到Nafidia的東西啊 那些GPU厲害啊 那你都是一個獨男 躲在家裡打機的人而已 但是這種套版印象呢 我都覺得是時候要扭轉 那因為大家最近可能早些是 你已經在行內一早就知道 就是黃仁昏他們搞這個Nafidia 這些是有多厲害的 但是你說如果由那個股票市場反映 還有真的完全走進去 現在在人和人之間那種 都會是注意到這個技術呢 是說這兩三年甚至一兩年的事 尤其是就是說當我們突然說起 Track GPT 人工智能的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你原來就會很容易發覺呢 就是搞這些這樣的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有了這件事呢 是不單止對於你打機是厲害一點 是令你處理所有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問題都會厲害一點 那當然另外如果你是搞媒體創作 你要去做剪片 搞3D 搞動畫 搞CG的呢 你也都一早就會知道 這些這樣的負責處理圖像 運算單元那些東西有多麼重要 而小弟呢就是我又不剪片的 就是我只是做一些很chip的而已 然後我又不打機的 但是人工智能的東西 我又不會用到很深的 但是我最近呢 就是也是受到觀眾 和大家觀眾互動的結果的影響呢 如果大家看上個星期那集《科學新知》 你會看到就 尤其是在《科學新知》頻道裡面的那些片 我會嘗試放一些字幕上去 那因為呢 我就不甘心給錢人搞 那所以我就答應了自己搞 然後呢 還要懇求到大家去支持 那所以呢 我一定要交功課啦 那所以我在過去一個多月裡面 我都花了多少心思呢 自己去學 怎樣去用這些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東西 那然後甚至乎要更新我的硬件 就是原來我發覺呢 這些原本是拿來打機 拿來去剪片搞圖像設計有用的東西呢 原來是用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拿來在我幫我的節目出字幕的這些系統裡面 原來是大派用場的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 哇 這些東西一早就知道了 那這些儘管取消吧 因為我一直很遲才會更新這些資料 但是你說如果看回呢 就是去到那個 或者大家不太熟悉這些技術的朋友呢 你直接看一件事情你已經知道了 你看一下Nephidia 他近2023年以來在市場上的表現 還有上次突然之間被騙了入納斯達克 還有接下來這一兩天 可能他會在納斯達克的比重那裡再微調 你就會看到這個Nephidia 有人譯作英偉達 有人譯作輝達 就是這個這樣的公司 黃仁昏這個人去那段的故事去設計的那個東西 嘩 多麼影響世界 我都會覺得真的很嘆為觀止 可不可以具體講講這個Nephidia 他做了什麼這麼驚天動地的事呢? 這裏就憑我僅有少少 由以前自己學一些物理的模擬的運算 去講一下去嘗試了解一下裡面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這些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和一個普通的Central Processing Unit的分別就是 它裡面將它的運算單元整成一組成很小的小組 就是說如果純粹是有一些任務 你是要做一些叫平衡運算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很重複很沉悶的任務 你可以將它分配給一百個人一起做 然後令到最後的事情快一些的 那些這樣的平衡運算任務 就很適合去交給Nephidia 這種Graphic Processing Unit去做 因為它裡面的基本單元的設計 就是將一些東西已經分成了一組組 如果你看一些網上的影片 有一個我都覺得很全神的比喻 就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我想用一個大炮去打倒一座城堡 如果你是一支超級厲害的大炮 你可能發一炮一次過在這個城堡裡面 打走了十塊磚頭 但是你整個城堡有成萬塊磚頭的 你逐一塊打吧 你用一塊很厲害的大炮 你都要發很多炮 你才能夠打倒了城堡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將這個任務分配給一萬個士兵 每人是配備一個比較差的炮彈 然後同時間一人發一發 那一次過你就將整個城堡去轟爛 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那個任務是很簡單的 可以重複地去分配給一些很小的單元去處理的時候 那就應該去把硬件和軟件都設計到 是將這些任務去平衡處理 就是所謂的parallel computing的平衡運算 就是你盡量將一些很沉悶重複的任務 將它分配到很多小小的單元 讓它同時處理 務求令到你的總體時間能夠去壓縮 世界上不是所有任務都可以這樣去做的 我記得就算我讀文理系 讀研究生的時候 有一些運算任務要走很久的 我們都發覺如果能夠將它 放進去平衡運算那裡 放進一部有很多個CPU 來去做平衡運算的超級電腦 如果要這樣去做的話 是會快很多 所以小弟就真的是20年前才 自己去做研究的時候 才可以接觸到一些平衡運算的概念 而且裡面尤其是 關乎一些的量子力學 一些比如量子力學裡面 關乎多體運動的那些運算 原來也是很適合去交它做平衡運算的 那這個就是題外話 所以其實又呼應第一節我所說的 其中一種用來分別一個量子電腦厲害不厲害的呢 其實也是這種叫做量子運算裡面 或者有些如果你學過一些叫做舉震運算 裡面去找一些特徵值 eigen value problem 或者將一些舉震去做一個叫diamination 這些字你不明白就不要緊 總之在那個研究物理問題的時候 也都有一堆的運算 是原來很適合去做這些叫平衡運算的方法的 那回到現實世界了 不要說我自己的物理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你做圖像處理 去做這個剪片運算這些東西 原來也是很適合去做平衡運算 交給這些GPU去做 甚至乎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甚至乎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跟教育程度的人都接觸到的時候 你就去看到Nephidia的這個硬件產品 就非常非常滲透民間 甚至乎有人去討論就是說 其實接下來你不要管文書機還是電競機 總之你給學生學的那部機 你都可能要有一個 很便宜的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在那裡也不奇怪 就是說這個電腦除了你有一個傳統的CPU 這樣的器官之外 你還要配置多另一個器官下去了 而這件事就可以 原來對於未來學習去解決問題 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一開始提到 就是有一個所謂晶片戰爭 現在美國對輸出這些晶片的態度 以至荷蘭那部光刻機 是不是在針對中國呢? 這個我們講過很久了 你世界上做晶片的鐵三角 台灣因為它是量產的 跟著荷蘭因為它是掌握著那個製造 可以賦予你量產能力的那部機器 然後還有美國就是它自己掌握著 最先進的晶片技術研發和電腦設計 這幾樣東西它們就三個合起來 就是一定是掌握著整個世界上的 這些運算單元 這些半導體技術的潮流 所以你說如果 Nafidia這個在美國有做研發 在美國有業務 在美國有上市 它如果想將它的技術出口去一些 這些台灣、美國和荷蘭以外的國家 無論發達好、不發達好 照計比如說美國、荷蘭 這些就很有影響力了在這裡 你說如果看回美國在它決定制裁 中國的時候那個技術限制 也都包括部分的這些Nafidia的產品 譬如黃仁芬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看回她最近的訪問都很精彩 就是說我們都 她就這麼說 她本身都是一個搞技術、搞生意的人 我當然是希望它的產品能夠照顧到 每個的客戶需要之餘 也都不會觸犯各國的法律 所以她甚至乎是為了中國的市場 去度身訂做了那個叫A100的晶片 因為她設計這個晶片就是為了 裡面那個用到的技術 就不會被美國禁止向大陸出口的技術 但是怎知道現在美國甚至乎 要改了那個規矩 就是說你連A100裡面用的技術 都不讓它賣去中國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有一點點中國大陸在入口 這個Nafidia晶片的技術裡面 似乎在搶著那個尾班車 就似乎希望搶在那個美國的禁運 還沒完全覆蓋的時候 就盡量有這麼多就入這麼多 而且價炒得很高 現在似乎 我看到幾萬元美金一個 真是發達了 甚至乎你會看到香港有新聞 就是海關去堵截了這些晶片的走私 而裡面很大機會就是這類這樣的產品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就超出了科學範圍 但是因為那個技術 裡面背後帶來的那種影響 但是這個技術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進步 我們用我們簡單的科學知識 勉強都理解得到 是啊 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有這個黑市晶片市場的存在? 哇 我講得不好聽一點 我不要管黑市不黑市 我想都算黑市的了 就是小時候我記得 跟家人回大陸 會買一些東西過關回去 就可以叫做帶一下水貨 就可以找回一點點水腳 那現在似乎就是 會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有人會不會把晶片收起來 吞了在肚子裡 收在一個身上 然後帶上去 然後就放 先拖出來 要拖出來 那當然了 這個日子就似乎 用過往的經驗這件事 可能是不是都會發生呢? 我們需要我們就拭目以待 不是 我始終覺得香港要做晶片 現在對國家有這麼大的貢獻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 一個外國人士 我們都要做 沒有啦 香港那個 懂得自己做晶片的時代過去了 香港現在只能夠去 趁著還可以入晶片的時候 就入晶片了 不是 我們可以抄的 其實最後抄都不用了 你買回來想在上面那一層 刮了去印自己的籃子上去 就是香港都是做這些 就是 我想做這件事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連抄都不如 我覺得就是 但是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事實上這個不止 這個NVIDIA去做的 Intel也想做的 Intel也有一隻 雖然Intel是美國公司 Intel就遠遠落後了 Intel在這個GPU技術上 基本上就是 可以說不入流 反而AMD更好一點 AMD和Apple自己做的 我會說IBM和Intel 在今次的Graphic Processing Unit那裡 就是完全不入流的 你只是看市場上面 Intel那些處理圖像的產品 和NVIDIA的產品實在差太遠了 Intel現在很差 在這方面 是 我想最後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可以精簡一點去回答 這位黃仁勳是華裔 他是華裔 證明中國人其實做晶片也是OK的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 這麼久都不能克服這個晶片的問題呢? 關血統什麼鬼事啊 其實黃仁勳他自己就是台灣讀書 接著他在美國受到栽培 在美國創業 接著他經歷那段很艱苦的時期 結果都終於被他博到 其實這件事是完全跟他那個 童年受到的那個教育 到他長大之後受到的教育 和那個社會上歷練的分圖 那些是一套的 你會發覺黃仁勳他有個華裔的血統 但是你會發覺他和大陸的交集 就是大陸是他的客戶 甚至乎他有部分的可能是叫做製造 就是製造就不敢說了 就是一些的研究也都會有 有中國大陸的合作人士在那裡 但是可以說就是 如果黃仁勳那種曾經經歷過破產邊緣 就是完全很多年都沒有什麼結果 就是他講的是搞了成二十幾年 那到今時今日終於被他發明到這件事 還要修正到這個AI的潮流 終於成熟 再加上這個 就是先前他只是做打遊戲的生意 但是你不打遊戲的人 基本上是不會用的 但是發覺儲一下又多些 原來那些做Graphic Design 做這個剪片的做創作者 又多些生意 到突然之間 查GPT深度學習這些東西 接著到發覺原來我因為要做字幕 我都想買他的產品 那你說會不會這件事 將來你要介紹給中學生 他玩人工智能的時候 都要用這些作為基本配置呢? 那你會看到就是說 就是黃仁勳去等這個時機 他有這樣的土樣 被他這樣等這麼久呢? 而最後他又交到課出來呢? 我會覺得他個人的才華和努力和毅力 這個沒得頂 但是你會發覺那個 在美國時候那種的土樣 令他可以創立到這個事業呢 也都是不可分的 那簡單來說 我們在教育方面 我們面臨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我們的學生 小學生以及中學生 又會不會把握到現在這個 這麼大的科技潮流 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 在這方面真的要深思 是啊 好 那我們這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